钱更多的是把精力都放在作品上 作品可能是一件又一件的礼物 是的 你说这特别对 如果拿盲盒来形容我这个演艺事业的话 我觉得一代宗师是一个巨大的盲盒 你不知道你没有剧本 所以你没有机会打开这个盲盒 然后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你在塑造这个盲盒的点点滴滴 直到它电影上映 我才知道原来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拍的内容不光是最后观众们看到的那一些内容 所以你不太知道最终它是人物的走向是什么 然后上映的时候导演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剪辑 他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王家卫导演也是一个很懂得仪式感的人 他可能要把所有的那个 就像埋一个种子一样 他一直在浇灌它 让这个种子开花结果 所以他放映的那一刻可能就是开花的那一刻 他让所有人在同一时间享受到他的那个艳丽 对 好棒啊 对于女性来说其实生宝宝也是一个最大的盲盒不是吗 你不知道他是长的什么样子吗 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你看到 这就是你打开盲盒的那一瞬间 对啊 对啊 是 子羿姐来都来了抽个盲盒好不好 抽 嘿嘿嘿 来 你自己选一个 好 好 就是那个 就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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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谢谢 把这 funding 这枝条 无用吗 不一定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 看似没有用的事情 但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很重要 就像是给生活的一个调味剂 能给我们快乐和小味剂 风哥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爆料过 你在直播间最爱干的一件事 对 他喜欢看你们都不看的直播 真的 开泵 我早晨五点钟 睁开眼睛去上厕所 他居然还在看 对 我就看人家开棒 然后自己还买棒开 这个就很绝我觉得 有一天 他买了八十多个棒拿回家 他就觉得 对他的身心都是一种条件 你在下单的时候 你必须就说我要了 然后人家才给你开 那你开的时候 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然后什么品项 你都不知道 天然的盲盒 大自然的盲盒 我觉得好刺激 我觉得看那个 蛮好玩的 我们今天现场 我们满足一下子怡姐开盲盒的快乐 好不好 上半 来上半 哇 这么大 你们会开吗 不会 不会开 不会 都没有 不会开 完全没经验 这开棒有什么 有什么讲究吗 有什么技巧吗 人家开得很轻松 但是我开其实也很难 你已经开始了 我觉得要用杠杆原理 是 我好熟练 他这手法 子怡姐你也太熟练 亏剑了 也太熟 职业开放人 我们还在找份子怡姐已经 就生活中 其实点滴都是可以学东西的 咱们俩合作给他怼开 对 真的有 真有 过瘾吧 然后有一些就是形状很美 我开了 会不会有那种很大的震度 当然有 也有 对 我那种就是你轻易可能也搞不到 你搞到过很大的吗 没有 也没有 因为我也舍不得买那么贵的 什么 我有点找到你的快乐了 我有点找到你的快乐了 真的 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试一次也无妨 对吧 对 开了 你的开了 小树开了 太多了 太多了吧 这个是多的吗 多 我第一次见珍珠 不是 我这也快开出来了 小涛 危险 危险 我开出来了 你这个 还好多 还行 不少 开了 小心 飞机出去了 算大吗 还是小颂这个要大一些 是吗 感觉我这个是棒王 棒王 是什么 你是女生棒 你们会不会加入子依姐开棒的队伍当中 我们一起去赶海 好吗 咱们去大海里捞 开棒快不快乐 快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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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